扬言退出联合国的捷克 不止力挺以色列 反俄反华更是走火入魔 在联合国这个大舞台上 有蛮横无比的美国 也有滥用否决权的美俄 还有不把联合国决议放在眼里 逼迫联合国秘书上下台的以色列 如果你把以色列的狂妄算在美国头上的话 现在的联合国仍然没有脱离二战所奠定的国际秩序 否认联合国的合法性 本身就是在否定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 以色列现在单挑联合国秘书长 还有一个现实需要 不放弃对袈裟的地面进攻 也就是捍卫其所谓的自卫权 但是不尊重联合国协议的以色列 可没有说自己要退出联合国 万万没料到的是 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国家 因为联合国大会通过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巴以局势协议 就扬言要退出联合国 这个国家就是当前贴着反俄反华标签的捷克 近日捷克国航部长亚纳切尔诺霍娃 发文呼吁自己的国家退出联合国 原因是总共有120个国家 赞成了巴以局势协议 而只有14个国家 明确反对哈马斯发动的 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 他声称 我为联合国感到羞耻 捷克对一个支持恐怖分子 且不尊重基本自卫权的组织 已经没有任何期望 我们退出吧 如果你细品的话 捷克不是在骂联合国 而是在骂120个支持巴以局势 劫狱的国家 也就是几乎以整个世界为敌 当然如果你再深思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 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又不是外交部长 压根就没有资格 主导外交事务 似乎证明 捷克这个国家的政权 已经走火入魔 也就是这个政府的高层 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明白 现在的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 跪在美国脚下 甚至是以色列的脚下 起不来了 现在捷克政府 是非常少见的 五党联合政府 也就是五个小党 联合起来 占了议会的大多数 这几乎就奠定了 其政府高层人选的混乱 这一届政府的内阁中 被贴上反俄派的成员 几乎是百分之百 而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 是典型的反华派 刚刚上任的彼得帕维尔总统 更是开创了胜选三天后 就以蔡英文打电话的先例 要注意 中国与捷克本身 是没有什么矛盾的 在俄乌冲突持续的大背影下 故意挑选中国 完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 如果你想想这位总统 原来是一个在北约 担负要职的将军 即被美国政治正确 洗脑之后 做出反俄 反华举动 那就不奇怪了 一般来说 如果西方政客是两党制 那么往往上任的部长 还都是一些专业人士 而如果是无党联合 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分赃政治 也就是各个部长都要按照内部的交易 将其利益分配给各个小党 不需要专业知识 这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德国这样的大国 比如 那位甚至连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都说不清楚的德国女外长 这类人的价值观往往就是两种 一是收钱办事 一般 他们都是美国非政府组织资助上台的 当然要替美国人说话 其二 就是价值观至上 或者说就是白左思维 主导其言行 捷克国防部长跳出来 要求退出联合国 只是为以色列撑腰吗 其实无非存在这么几种可能 一是由美国受益的 二是他本人得到了犹太财团的资助 三是他本人有着极端的歧视 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思维 但是 捷克人似乎忘了 退出联合国 威胁不了120个国家 更威胁不了联合国 反而是威胁着捷克自己的生死存亡 联合国代表的是 武昌主导的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不管当前联合国存在多少弊端 都没有可以替代的机制出现 如果捷克真的退出联合国 那么俄罗斯给你扔一个核大弹 你要不要 反正你都不是正常国家了 需要别人尊重吗 而且捷克国防部长忘了 美国才是二战后 国际秩序的最大授亿国 帮助以色列说话可以 但是夸张到自己找死的地步 只能说 欧洲某些国家的政治生态 已经完全垮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